我以前有提過魔術方塊什麼樣的情況會解不出來 而Jperm有一個很棒的影片解釋為什麼沒有辦法正常轉出來 不過呢,今天不講魔術方塊 我也要講的是這個 這個叫做15 Puzzle 滑快拼圖或是數字滑融道 玩法很直覺,解好的盤面是 從1到15照順序排好,空格在右下角 空格可以讓你把數字移來與去 打亂以後呢,你的目的地是再把它還原成排好順序的樣子 這個和魔術方塊一樣,如果有發生不正常的移動 例如說你打翻了 或者是像這樣把兩塊拿起來以後 交換再放回去,都有可能會解不出來哦 在這部影片我會先用一個例子來解釋機偶性 然後利用機偶性證明15 Puzzle 有些盤面是沒有辦法解的 最後再提會讓人誤解的邏輯謬誤 假設你掉到一個棋盤世界 在這只能斜直走 你能夠走到出口嗎? 如果你掉到這裡,你可以這樣走 但如果你掉到這裡,你怎麼樣都走不到出口 所以我們會有兩種情況 走得到跟絕對走不到 要分辨是走得到還是走不到 我們可以對棋盤每一格給一個坐標 坐標有兩個數字 代表這一格離左邊和離上面多遠 例如現在人在的地方 橫著數來第一格 直著數來第三格 它的坐標就是1、3 如果它往右下方走的話 它的坐標就在2、4 再往下走就是3、5 左邊數來第三格 上面數來第五格 parity,基偶性的意思其實只是 一個數字是基數還是偶數 當人在動的時候 坐標的這兩個數字 分別會加1或者減1 所以每走一步 這兩個數字的基偶性就會改變 但我們把兩個數字加起來看看 每走一步 它們的變化會加2、減2或不變 所以相加後的基偶性不會變 也就是說 如果坐標的兩個數字 相加是偶數的話 再怎麼樣走 都是偶數 如果出口的坐標數字 相加是基數 而一個人的坐標數字 加起來是偶數的話 它怎麼走 都會是偶數 沒有辦法變成基數 所以永遠到不了出口 也就是在 斜著走的遊戲規則之下 這個棋盤被分成兩個部分 偶數國和基數國 在偶數國的人 如果只能斜著走 是到不了基數國的 除非我們打破遊戲規則 讓它可以橫著走 這和滑快拼圖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每種盤面也會屬於偶數國或是基數國的其中一個 照著遊戲規則的盤面都屬於偶數國的一份子 解好的盤面是屬於偶數國 這樣子正常打亂也是屬於偶數國 不過如果我們把某兩片數字拿起來 交換 打破了遊戲規則以後 這時候這個盤面就會屬於基數國 這時候靠正常的滑動呢 都還是會待在基數國 是回不了偶數國的 要知道一個盤面是屬於基數國還是偶數國 我們要先講一串數字的排隊怒氣值 什麼是排隊怒氣值呢 假設一些人要領口罩 事先拿到號碼排 排隊的時候 如果每個人按照號碼排隊 就沒有問題 不會有人生氣 但是如果有人拿著比較後面的號碼 卻插隊排在前面的時候 排在他後面而號碼比較小的人 就會生氣 反過來也可以說 插隊的人惹他生氣了 怒氣是兩兩之間考慮會累加的 如果一個人的前面 竟然有兩個人的號碼比他還要大 那他不但生氣 而且是非常生氣 他的怒氣值是2 當數字排成一列 我們可以把每個數字的怒氣值加起來 就是這個隊伍的怒氣值 我們看另一個例子 你可以先暫停影片 計算這個隊伍的怒氣值 總共是4加3加2加1 不過如果3和4交換的話 原本4會惹3生氣 現在就不會了 所以怒氣值少1 因為這兩個人在隔壁 所以他們交換的時候 只會影響到他們兩個 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我們不用重新計算每個人的怒氣值 只要知道原本隊伍的怒氣 再知道這兩個人的怒氣值的變化 就可以知道這兩個人交換後 新的隊伍的怒氣值是多少 這個15 puzzle 數字滑融道 也可以算怒氣值 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空格 當作16 把這個盤面當作是一個隊伍 由左到右 由上到下來看 而且我們把空格當作是16 因此移動一個方塊 代表把那個數字和16交換 如果是這樣打亂 那隊伍長得就是像這樣 結好的盤面顯然怒氣值是0 因為大家都由小到大排好隊 那當我們移動數字方塊的時候 怒氣值會怎麼變化呢 當15往右移 其實是15和16交換 16移到15前面了 所以15會生氣 怒氣值加1 如果把14往右移 代表14和16交換 所以14會生氣 怒氣值加1 15在之前就已經被16惹怒了 所以怒氣值不變 對於13和之前的人來說呢 他們的順序都沒有變 所以怒氣值也不變 所以整體來說怒氣值是2 如果再把14往左移 整個盤面的怒氣值又會少1 那如果把方塊往下移呢 我在這邊跟大家先講結論 每次移動一個方塊的時候 如果盤面的怒氣值原本是基數的話 就會變成偶數 如果原本是偶數 就會變成基數 也就是每移動一次 盤面的怒氣值的基偶性就會改變 為什麼呢 移動一個方塊 其實代表把那個數字和16交換 或者更一般的說 是某兩個數字交換 隊伍任何兩個數字的交換 可以看成後面那個數字 不斷往前的插隊 然後前面的數字一直往後 只要兩個數字在隔壁 他們交換的時候 無論誰大誰小 整個隊伍的怒氣值一定會 加1或減1 無論是加1減1 基偶性都會改變 所以每一次兩個相連的數字交換時 整個隊伍的怒氣值 會在基數和偶數之間交換 如果在隊伍裡挑任何兩個數字交換 根據他們離開多遠 可能會發生一次兩兩相連的交換 或三次 或五次 無論如何都是基數次的交換 所以怒氣值加加減減基數次以後呢 基偶性會變化 基數變成偶數 偶數變成基數 所以第一個定理 正常滑動一片 或是兩片拔起來交換 都會讓盤面的基偶性改變 回到數字滑融道 打亂之前 盤面的怒氣值是0 因為數字包括空格16都是照順序來排 所以是偶數 開始打亂以後 在盤面上移動一次方塊 代表數字16和那一個方塊交換 所以盤面的怒氣值的基偶性就會顛倒一次 你可能會問 這樣怒氣值的基偶性會一直變 要怎麼判斷能不能解呢 沒有錯 所以我們需要第二個定理 當打亂結束 空格回到右下角的時候 你一定移動了偶數次 因為每移動一次 空格會在綠色和紅色之間移動 要把空格從綠色重新移回原本的位置綠色 移動基數次是沒有辦法的 移動偶數次代表盤面的怒氣值交換了偶數次 機偶性不會變 仍然是偶數 也就是說 就算盤面在移動的途中 怒氣值會一下子基數 一下子偶數 但是當空格回到右下角的時候 怒氣值一定會回歸偶數 所以第二個定理是 依照正常的移動方式 當空格回到右下角的時候呢 整個盤面的怒氣值一定是偶數 如果我們硬把兩片拔起來交換 前面說到任兩個數字交換 會改變盤面怒氣的基偶性 所以現在 移動次數的基偶性和怒氣值的基偶性不一樣了 之後你再怎麼移動 當空格回到右下角時 一定是一棟偶數次 所以怒氣會是基數 沒有辦法歸零變偶數 所以永遠解不開囉 所以結論 把兩片起來交換 破壞了規則 破壞了盤面的基偶性 所以會解不開 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人 可以搜尋parity of permutation 上面說的怒氣值的概念 其實就證明了 對於一堆數字的兩種排列A和B 如果存在某個偶數次兩兩交換 把A變成B的話呢 就不會存在基數次的交換 讓A可以變成B 反過來也一樣 接下來我們談談 邏輯謬誤 當空格在右下角 而盤面的怒氣值是基數的時候 我們已經證明這是解不開的了 那我們能夠單憑這個原因 就說如果怒氣是偶數的時候 就可以解開嗎 不一定喔 就像假設吃糖一定不會瘦的話 就代表不吃糖一定會變瘦嗎 這在邏輯上是不一定成立的 我們來看一個問題 地上有一片很大的坑 你手上有一堆一乘二的磚塊 你能夠用磚塊不重疊地把地填滿嗎 右邊可以 但左邊不行 因為左邊是三乘三有九格 是基數 一個磚頭填了兩格 剩下的格數仍然會是基數 沒有辦法歸零 那我們可以因此得到結論說 如果洞的面積是偶數的話 就一定可以填滿嗎 不見得喔 這個區域有十八格是偶數 但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填滿 一定會留兩格 你可以實驗看看 如果我們把格子標上紅藍交錯 你會發現有八格藍的 十格紅的 但無論是直的還是橫著放 一個磚頭一定會填掉一格紅的跟一格藍的 所以最後一定會剩兩格紅的 那我們可以因此得到結論說 如果紅色藍色數量相同 一定可以填滿嗎 不見得喔 看看這個形狀的洞 那麼到底怒氣為偶數的盤面 是否一定解得開呢 就不在這影片討論的範圍啦 例如你打翻了 實力的打不翻 這個和魔術方塊一樣 如果有發生不正常的一對人的